B01第25章第四个部分 写国字 老师为了录更清楚一点 所以放到这么大 然后写的时候可能会有瑕疵 因为这个放太大了 一定会看到缺点 老师尽量写好 清到重点 这边怎么没有8点弄出来 给大家练一下 忘记了 16左右写到15 其实他不用写太高 所以其实从15开始写也可以 今天我们要抓位置2点钟 忘记讲了 这两个绝对不能碰到 牛腦跟织女不能碰到 我这样写上去之后 2点钟 等一下差一点点 写上去写上去写上去 好超过它就准备停 然后做记法还要再稍微拿起来 好接下来下一个撇就是写在它的左边一点点 然后等一下撇7点多的方向之后写到这里 准备就甩走对其他的时候 好来开始 计法7点多到这里准备甩了 甩出去 好下一笔也是对这里附近左边一点点 好写大概到5点钟方向 不是写到5楼左右 但是这边其实可以写到6楼 好2点方向 踢 哇这个踢上去写得不错 好接下来下一笔对这里 这个几点钟 也没有这个撇的练习 好这个是7点半 所以这个撇老师 前面这个撇老师做笔记是7点20啦 没错啦 大概7点20 7点半是这一个 等一下老师不要笑好了 果然真的开始晃了 好这个太长了 到时候写短一点 这个才是7点半 好接下来 那大概对这里嘛 好四点半找 比左边高 准备三点 拿起来 好这样写就很漂亮了 那我们再试一次空白的 好开始写了 不用太高 可以写小字一点 好 往两点走 碰到短 很久准备停了 看来写太长 好听 其实我们书法 大概写到这里而已 啊 又晃了 接下来看着左边一点点 写过去7点20 到这边甩出去 好 那那天 有个家长大人先写一笔字 然后现在在写书法 然后 他们那时候 教的时候影片没这么多 但是老师有强调哦 写书法这个撇不能甩 要跟过去 好 啊写印笔可以甩 因为它还可以做出细的部分 好接下来 这下一笔写的时候 在这里的这边一点点 所以你只要照老师讲的规则去做 字就会写好 啊写不好 好没关系慢慢来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写好 写下来的时候应该到五楼 可是这么小字就要到六楼 往两点方向走 下一笔 对这里 七点半走 品质写这笔都太粗 哈哈 来 四点半走停 拿起来 哇这个字很棒啊 只是这里带出而已 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啊我们看下面的稿子有点大 所以我们这边写的字的大小 在这两个中间都可以 如果比下面这个饭铁再大就不行 我们稍微小一点 像这样子也可以 好我们示范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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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